女人流出鼻血 随后掐住自己脖子 呼吸越来越困难 这可把小美吓坏了 然而下一秒 二翠就松开手笑了出来 原来这是个恶作剧 可她笑着笑着 突然身体不停地颤抖 跟得了羊巅峰似的 接着口吐白沫 身下还湿了一片 小美彻底慌了神 她万万没想到 这竟然也是假的 二翠则非常得意 可刚按到桌子 手上就着起了火 她急忙用水扑灭了火 随后把假手抽了出来 这下小美彻底怒了 她发誓再也不相信二翠了 然而她刚离开 电视竟然凭空亮了 二翠有点害怕 不过还是关上了电视 可刚一转身 电视又亮了 她竟然直接拔掉了电源 可即便这样也不管用 随后从井里钻出个女人 而井水竟从电视里流了出来 画面一转 女人抓住电视边缘 手一抬 从电视里钻了出来 她站起来后 还空了空耳朵里的水 吓得二翠以屁股坐到沙发上 吃了颗爆米花压压惊 这时真子手一伸 朝二翠走了过去 二翠也不是吓大的 上去就是一记左勾拳 随后按住真子脑袋 胳膊抡了几拳 又是一个大耳瓜子 二翠稳稳站了上风 这下真子彻底怒了 飞起一脚踹到二翠屁股上 小美听到求救声后 立马赶了过来 可屋里空空如也 一个人都没有 当看到沙发后面的景象时 吓得她一声尖叫 二翠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小黑非常激动 用力一锤 鞋就飞了出去 见没效果 就骑到身上 用力锤了起来 随后又扇了几个耳光 可还是没效果 老弟扯断电线 哭吃一下插到二翠身上 下一秒就发生了爆炸 她也被炸飞出去 小美为了查明真相 在沙发上找到一盒磁带 然后插到VCD中 画面一闪 电视里出现一口井 随后看到一个女人在梳头 还捋了捋乌黑的夜毛 这也太恶心了 紧接着女人一跃而下 正好落到大树上 随后又从树上掉了下去 下一秒 电话响起 说她只能活七天了 小美非常害怕 急忙来找阿婆帮忙 可刚进门 阿婆说小心瓶子 她一紧张 就碰到了花瓶 往后一退 柱子上的花瓶就掉了下来 看来阿婆还真有两下子 小美拿出录像带 插到电视上一看 这次出现一个灯塔 随后一回头 女人鼻子上竟然有只苍蝇 小美慢慢伸出手 轻轻一抓 苍蝇就被拿了出来 塔拍拍翅膀飞了一圈后 又落到女人鼻子上 阿婆健壮 拿起苍蝇拍 哭吃就是以下 女人摸了摸鼻子 又给还了回来 还恶狠狠的瞪着阿婆 紧接着就是一口浓潭 看到女人这么嚣张 阿婆手一伸 把女人拽出来后 框框就是几个大嘴巴子 小黑见状 尽忘把她拉了回来 生怕惹上官司 可阿婆还不解气 拽下一缕头发后 这才开心的笑了起来 女人痛苦的捂住头 下一秒 又挨了一拳 晃晃悠悠倒了下去 可小美刚回到家 就见儿子在看那盘诡异磁带 随后就接到一个电话 说儿子只能活七天了 吓得她不停的大声吼叫 为了儿子 她在电脑上搜索起来 终于找到了灯塔的位置 然后驱车赶了过去 进去后 发现是一个仓库 她一不小心碰到货架 瓶子掉到地上 玻璃球撒了一地 不过他们很快就汇集到一起 这块洼地下面 肯定有东西 于是掀开地毯 发现下面是地板 随后拿起旁边的锤头 用力一抡 儿子就倒了煤 她只好换了把斧头对准地板 哭吃就是以下 紧接着是第二下 第三下 没一会儿地上就出现一个大洞 而洞下面有口井 跟录像带中的一模一样 小美一低头 没想到真子出现在身后 她觉得身后有东西 可无论怎么找 就是发现不了 突然一转身 看到了真子 上来就挨了一拳 随后又是一巴掌 真子拿起铁棍 刚举起来 就碰到了电线 紧接着找了把电锯 可高兴没两秒 防凉舌了 把她砸到下面 小美趁机捡起铁棍 真子健壮 劫持了男孩 小美说 你其实是个好姑娘 我愿意当你的妈妈 在她的诱导下 真子流出了眼泪 放开男孩 随后光芒一闪 变成个漂亮的女孩 她说再也不杀人了 可下一秒 就举起一把刀 危机时刻 门突然被打开 真子一个亮枪 栽到了井里 溅起大片水花 男人急忙盖上井盖 把真子封印在里面 危机这才解除 男人摸了下巨大的皮囊 拽下一根头发后 说这是下了18个子的公牛皮 国王说 随后上来一个帅气的小伙 公主看到后非常着急 因为只要猜对是什么皮囊 公主就要嫁给他 男人非常专业 拿出了三倍镜 看了半天后说道 这是母老虎的皮囊 公主急忙看向父亲 国王说还是不对 他这才松了口气 随后一个个帅小伙上台 可都没愣出来 看到小鲜肉没打上来 他非常失落 正在这时 一个穿着皮草的野人走了进来 吓得公主花龙失色 国王示意他不要担心 野人肯定猜不出来 只见野人伸出鼻子 用力闻了几下 味道怎么这么熟悉 随后脱口而出 这是跳蚤的皮囊 我家里有几万只呢 国王顿时傻了眼 脸上的笑容慢慢凝固 他怎么可能知道 原来就在几天前 公主在台子中间弹着琵琶 国王无聊的坐在旁边 跟跳蚤玩起了游戏 还假惺惺的鼓了下掌 回到家后 就研究起了跳蚤 发现他喜欢血液 还为他准备了三室一厅 每天精心的伺候着 为了增强跳蚤的体力 还专门坐了辆马车 让跳蚤吃饱喝酒后 每天锻炼两个小时 看着跳蚤一天天长大 国王别提多开心了 可跳蚤的胃口越来越好 仅仅几天就长到猪仔那么大 吃得更是新鲜的牛排 不过由于伙食太好 每几天就长到一百斤 为了让他多吃点 国王轻轻抚摸后背 怕他噎着 半个月过去 小不点就长到三百斤 那细小的八条前腿 根本承受不了他的重量 不仅如此 跳蚤还换上了三高 急得国王团团转 连夜把太医请了过来 可医生看到这么大的怪物 吓得连连后退 先用清诊器听了下心跳 发现异于常人 他连这是什么都不知道 更别提治病了 国王眼睁睁的看着宠物咽了气 伤心的哭了起来 比失去亲人还要难受 不知道哪根筋错了 要为公主选驸马 他把跳蚤的皮扒了下来 让所有没超过五十岁的男人 来到城堡猜这是什么皮囊 只要猜对 就能成为驸马 不过三天三夜过去 有猜母猪皮的 有猜老鼠皮的 甚至有人说是香蕉皮 窝了个乖乖 就当公主绝望时 突然来了个穿着皮草的野人 他用鼻子轻轻一闻 就知道这是跳蚤 因为他家里还有几万只呢 对这个味道太熟悉了 公主实在接受不了 一溜烟跑了出去 来到阳台想跳楼 在国王的一番劝说下 他这才走了下来 心甘情愿的跟野人回家了 穿过茂密的森林 翻过十万大山 野人背着公主 贴着九十度的悬崖峭壁往上爬 公主手一松 差点掉了下去 幸好被野哥及时抓住小手 这才捡回一条命 到了晚上 终于来到野人家 四十一厅的豪华别墅 公主一瞅 地上到处都是动物的骸骨 吓得他一动不敢动 不过被野人强行拽了过去 随后按到床上开始拔萝卜 就这样时间一晃三年过去了 他无时无刻不想逃回去 奈何下不去呀 这天突然看到对面有人 他急忙大声呼喊求救 女人觉得公主可怜 于是回去搬救兵 随后一个帅气的小伙 把公主扛到肩膀上 一转身就踩到钢丝上 而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他小心翼翼地走起了钢丝 虽然山里风很大 可他根本不在乎 不过公主就受不了了 他不停地大声尖叫起来 而山洞里的野人 听到公主的尖叫后 急忙揍了出来 看到老婆被人扛揍了 他非常生气 快速跑到悬崖边 抓住绳子 一点点往对岸倒 小伙见此情形 赶紧往对面跑 终于抢先一步到达对岸 然后掏出匕首割断绳子 野人一声惨叫 掉路万丈深渊中 几人高兴地抱在一起 随后公主乘坐马车回家了 原来他们是马戏团的表演者 怪不得这么厉害 公主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就在这时 野人冲了进来 他竟然没有死 没用几下 马戏团的人就死了好几个 公主慌乱中拿起一把匕首 跟着小伙逃了出去 不过走着走着 前面没路了 他们只好先藏起来 小伙淡定地喝了口酒 然后一转身全部喷出 野人的皮草就着起了火 不过他皮草肉厚 根本不在乎 忍着疼痛将两人反杀 公主见状 拼命往回跑 可他怎么跑得过野人 好在野人对他还有感情 没有痛下杀手 公主把手放到野人胸口 请求原谅 然后紧紧贴了上去 野哥的小心脏砰砰直跳 想背公主回家 没想到公主拿出小刀 来了个一剑封猴 随后逃回皇宫 看到如此狼狈的女儿 国王非常后悔 扑通一下跪到地上 痛苦地哭了起来 为了弥补女儿 国王把王位传给了公主 就在这时 城堡上方出现一个走钢丝的小火 公主看到后 露出了鲜味的笑容 这是一只诡异的沙滩怪兽 只要跟沙子接触 立马就会被吃掉 女孩把脚伸到沙子里 可怎么都拔不出来 双手用力还是不行 于是把手伸到沙子里 想看看下面有什么 随后他就大叫起来 一点点往下线 男友急忙跳下车 想去救人 可刚跑两步就摔了一跤 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同伴想开车过去 可汽车却没电了 眼睁睁地看着男人 一点点沉入沙子中 竟然吓得哇哇大叫 甚至还写下了遗言 为了知道下面有什么 小美伸出手 慢慢靠近地面 只见沙子中冒出无数白色处须 随着手在不停地移动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为了测试它有多大 小美拿出仅有的火腿肠 用力扔向远方 眨眼间火腿肠 就被触手拉到沙子里 换个方向扔 还是一样的结果 然后朝另一边扔去 这次火腿肠没有消失 说明怪物有三十多米 大壮拿起滑板车 扔到地面上 紧接着就跳了上去 果然没受到怪物攻击 它就这样踩在两块滑板上 交替前进 可当迈到凳子上时 滑板突然向后一出流 它只能趴到凳子上 不过滑板还在慢慢向后移动 紧接着触须从沙子里冒了出来 正好摸到肚子 它腰不以用力 拼尽全力总算到了凳子上 不过肚子还是受了伤 随后它一时渐渐模糊 躺在凳子上晕死过去 半天后它被躺醒了 忍着剧痛查看背包里有什么 一不小心香蕉掉到地上 它想都没想就捡了起来 结果一点事都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 它又拿起香蕉慢慢靠近沙子 发现处须不敢靠近火堆烧过的地方 它站起来用力跳到灰烬上 果然没事 原来怪物怕火 接着男人吃了口香蕉补充体力 可小美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低头一看 窝了个乖乖 香蕉竟然从伤口里流了出来 吓得它赶紧把嘴里的香蕉吐掉 身子像掏空了一般 躺在凳子上爬不起来了 正在这时 一辆警车来到这里 它们大声呼救 让FBI千万别下车 赶紧打电话求援 可人家根本不相信有怪兽 觉得它们肯定吃了摇头丸 于是下车查看什么情况 就在大家以为它在艰难逃时 可什么事都没发生 因为它穿了红星耳克的大头皮鞋 怪兽根本穿不透 当它听到有两人被吃掉时 就想把几人靠回去 不料钥匙掉到了地上 它立马弯腰去捡 可手却被触手缠住 无论怎么用力就是拔不出来 而且越陷越深 随后跪到了地上 它赶紧拿出防狼喷雾 喷到了沙子上 触须立马缩了回去 它一用力胳膊就折了 几人惊恐的大声尖叫 突然FBI趴到了沙子上 触手紧紧抓住它的脸 一点点往里拽 没过多久 就慢慢消失在沙子里 而留下的沙坑却慢慢复原了 这时小美看到远处的蛋壳 才想起怪物的来历 原来昨天晚上开派对时 小伙伴找到一个巨蛋 它们放到火上想烤着吃 可味道有点上头就放弃了 没想到怪兽竟然跑了出来 要找几人报仇 而他们的手机都在后备箱里 汽车也没电了 胖哥还被困在铁桶里 小帅是唯一有战斗力的男人 觉得该自己表现了 没想到戒毛巾时 围栏却断了 他狠狠地摔到沙子上 下一秒 无数处须把他缠了起来 疼得他哇哇大叫 却无际于事 身体慢慢没了知觉 然后一点点消失在沙子里 而铁桶里的胖哥也被磨破了皮 触手闻着血液的味道向上爬去 突然感觉桶里有东西 他拼命挣扎 可就是出不来 下一秒 就从里面伸出几条长长的触手 把小胖死死缠住 眨眼间他就消失不见了 可他们不能坐以待毙 小美把围栏拆下来后 扔到地上铺了一条路 他们踩着木头向邓子走去 突然美女脚下一滑 掉了下去 瞬间他就消失在了沙子里 之后二翠用浴巾裹住脚 向警车跑去 正当他高兴时 怪兽咬住汽车轮胎 不停地晃动 二翠摔到汽车上 晕死过去 直到晚上才醒了过来 他扔下救生艇 给他充满气 然后扶着大壮走了上去 可刚把大壮送到车里 怪兽就钻了出来 我了个乖乖 他浑身发着绿光 足足有三十多米长 应该是吃了这么多人 才长这么大的 小美把车后面的油桶提了上来 然后倒在附近的沙地上 这时触手还在空中不停地摆动 却没发动攻击 小美拿出火柴 点燃后扔到地上 瞬间触手就着起火来 疼得他呲牙咧嘴 不停地扭动身体 转起了圈圈 小美趁机钻进车里 这时触手才攻击他们 可一点用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 一个陌生人把他们叫醒 小美试探着踩到沙子上 发现没有受到怪兽攻击 这才一起向家走去 而大壮却永远留在这里 怪兽则跑到了大海里 不知下次哪个沙滩会遭殃 毛毛地暗影带你走进地暗影人生